好 相信有些朋友还记得 伯恩斯其实在2月的时候就说过 中情局对中共入侵台湾的能力保持怀疑态度 但现在伯恩斯又公开讲了一遍 但我想不是空穴来风 别看中共最近对台湾发动了三天的军事恐吓 但其实中共目前确实不敢也不愿意对台湾动 为什么呢 第一 习近平在4月12号去视察南部战区的时候 他说要深化练兵备战 要全面提高部队的现代化水平 但是再仔细地看 他说要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 要加强实战化对抗性训练 还要推动新装备新力量来加快形成实战能力等等 有没有发现 这些话其实都围绕在一个关键词身上 实战 习近平要中共加紧备战 但是这也反映出中共知道自己 还没有足够的实战能力和训练在出兵台海 所以才要喊加强实战 这一点正好呼应中情局说的 俄罗斯的挫败让中共警觉到 出兵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比谁的人马多就会赢 还要靠实战的经验 先进的武器和战术才行 第二点中共从4月份开始全国总动员下令开展学习 习近平思想的活动 不但各级的党组织党员要学 就连大学高校也必须组织起来学 中共还组织了50几个中央指导组 派往全国各地 由上而下地推动习思想教育 说穿了这是一场党中央 对全国人民发动的洗脑心战和思想整肃 北京要对全国的党员和人民大力灌输习思想 要让人民的脑子都填满共产党的党性 填满习近平的权威意志 好让全国都听话再不会违抗党中央 但是反过来讲 这种全国性的洗脑心战 也透露了 中共党内和民间 还是有非常多的违抗思想和反动分子 让习主席不得安宁 所以他要进一步的推动人民的思想改造 打仗先从党内和人民的脑子里打起 否则内部不安定怎么对外出兵 第三点 习近平在三月召开两会的时候 也特别强调了 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风桥经验 要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 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状态 好 风桥经验是毛泽东年代的一个地方自治的案例 讲地方自治是比较好听的说法了 但实际上就是要求地方人民的矛盾冲突 由地方自己来解决 减少中央的负担 说白了就是让群众斗群众 让地方警察跟人民自己搞维稳 用什么手段都可以 就是别给党中央添麻烦 所以当初老毛推广这个风桥经验 其实也搞出了大量的政治斗争与屠杀 那习近平为什么要推新时代风桥经验呢 就是因为中国各地的集体事件和维权抗争太多了 民怨太大了 那光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力量已经忙不过来 那财政也扛不过来 所以他重提这个风桥经验 想要用群众的力量来堕倒群众 那这样可以降低党国的维稳成本 同时保住党中央的稳定 那换句话说 现在对习近平最大的战争危机是内战 是他个人跟党内反习派的交战 是他的政权跟中国人民的交战 所以说中共确实是有想要对台动物的企图 但是台湾现在还排不上中共的开战时间表里 而且第四点了 我们讲过中共现在有个百年未有大骗局的计划 要联合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国家 一起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等的手段 来逆转他们当前被国际围堵的困局 那如果中共这个时候冒进的对台湾出兵动物 那就肯定会打乱这盘大旗 会前功尽弃的无偿事 所以中情局讲的 中共目前攻打台湾的决心退缩了 我认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至少在今年和明年 中共不太可能对台湾出兵 因为习近平需要优先解决的是中共与中国的内部危机